跑男第七季蔡学昆强势来袭,女嘉宾竟邀请了她,网友,她不配跑男这当中节目,时数为大家带来众多的欢乐,随着第六季跑男的结束,第七季的阵容一直是大家好奇的焦点,跑男也是收视率是近年来所有综艺节目中最高的, 甚至超过了快乐阵营,因此每一年有无数明星想上这个综艺,尤其是做常驻,看陆寒、baby、热巴这三位上,过跑男后的资源地位就知道,虽然可能会昭黑,不过后续的代言资源不是一般人可比的,如今第七季跑男也开始准备跟大家见面了,因为一些原因,跑男成员将面临大换血,迎来新成员,因为节目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观众看,所以跑男节目组在网上进行了投票, 目前从投票数来看,偶像练习生中的范城城与蔡徐坤票数最高,这两位人气很高的嘉宾加入跑男,的话肯定会增加很多收视率的,但是陆寒就有点尴尬了,因为陆寒也是顶级流量小生,所谓一山不冗二谷,两位小鲜肉在在跑男,难免会被放在一起进行比较, 但是,令人意外的,宋倩的呼声也是相当高的,甚至比热巴还高,虽然最终结果还是由节目组考量,不过宋倩看起来的确是很有可能,参加下一季的跑男,宋倩作为韩国出道的明星,参加过很多综艺节目,诸如王孩对王孩,我们来了等,综艺感很强,跑男第七季阵容强大,成员将大换血,呼声最高的女生是她, 2018年,宋倩在大众口碑里逆转了,这种逆转随着网络剧接爱千岁大人的初恋,热波达到了高潮,流量女星宋倩暂时摘掉了花瓶的称号,这一次宋倩已超越预期的表现,获得了大众的认可,不过还是有不少粉丝,表示热巴回归的话就更好了,男嘉宾让人意外没关系,只要热巴回来就好,你们对此怎么看呢?你们觉得热巴和宋倩,谁更适合跑男舞台呢? 有很多网友表示,如果在这些嘉宾中,如果某个嘉宾离开江会,在以后的日子将寸步难行,比如综艺节目中的王祖兰,他除了奔跑吧,这个综艺节目之后很少露脸带,娱乐圈中,所以如果他退出奔跑吧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